那这节目呢我们来学习备份和备份相对的一个叫还原 那么备份呢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个效果 其实它们会把这个内容给我导出成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我们称之为叫SOCAL文件 备份它是相对于我们数据库来说的 其实就是把数据库里的数据给往外存储 这个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叫导出啊 然后下面这个呢相对的呢叫还原 还原的话它是相对于文件来说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还是相对于数据库来说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导入操作啊 那么上面这个呢你来标一下 就是导出啊导出和导入 导出和导入这块呢导入和导出还有点差异 导出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只有一个命令叫 my self call down 但是导入的方式它有两个 那有两个一个呢叫my self call命令行的方式 souls方法my self call命令行 还有一个呢系统命令的方法 还有一个是系统命令的方法 哎那么先看第一个举个例子啊 例如说我想还原全部的数据库 命令行方式my self call命令行方式怎么去解呢 注意这个地方啊 my self call箭头表示我后面这个命令在哪执行 是不是这个对吧 表示在my self call下执行啊 然后下面这个系统命令 那这地方呢为了看得清楚我加个警号吧 警号my self call u root 哎那这个形式不就是登录的形式吗 大家注意后面跟着东西了啊 备份文件路径 之前我们那个大语号叫输出重定项 哎那现在反过来了 对了输入重定项 把我们文件里的内容 哎往这边输入 往左边输入 所以叫输入重定项啊 这两种形式 两种形式都可以 两种形式都可以 但是大家在记的时候 我们记一个就够了 记哪一个 你记sauce就行了 记sauce就行了 为什么记sauce就行了呢 刚才我们为什么要用my self call 当快呢 因为这块的话 注意它的操作 它是还原操作 你后面可不可能说写一个脚本任务 定期去还原呢 不用啊 这个导出的这个备份 它只是防止数据 突然哪天丢了 不用说每一天都去还原一下 每天都去还原一下 要是每天都去还原一下的话 那这个数据永远就是 都是老的啊 所以这边的话 就不需要我们去写笑脚本了 所以两个我们都可以去用 但是为什么建议大家用它 因为要记的命令手啊 你只需要记sauce加文件路径就行了 所以我们主要的记的时候呢 大家就记它就行了 记这个就行了啊 那么这种方式 你也可以去知道 作为一个了解啊 作为一个补充 那万一以后人家问你说 你知道my circle 它的一个备份还原的方式 有哪些 那可以说命令行一个sauce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系统命令的方式 在系统命令行里面 直接执行my circle of登录 然后后面呢 加上一个输入重镜项啊 这也行啊 这是这边我们建议呢 是以sauce方法为主 然后呢 它的还原这一块呢 也是有还原多个 多种方式吧 第一个呢还原全部的 第二个呢还原单个库 然后呢还原单个库的多个表的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 还原多个库的 其他的补充呢 那作为一个了解就行了 那么这块的话 还是以这个标红的 需要去特别注意一下的 还原单个数据库 注意括号里面那个啊 注意括号 需要指定数据库 需要指定 需要指定的意思就是啊 我们的这个备份文件里面 它其实没有库名 没有库名啊 没有库名 所以这一块的话 需要我们自己去把这个库给建好 建好 然后呢并且用字 然后才能去使用sauce命令 啊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啊 需要注意一下 行那这块的话啊 我来准备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那么第一个案例呢 是我们先呢 哎 人为删除 人为删除 啊 下搞这个表 人为删除它干嘛呢 主要是来模拟一下 万一哪一天数据表真的玩坏了 模拟啊 数据表丢失 啊 人为删除 删除之后呢 然后我们通过最后一次的备份 还原出 啊 还原 还原数据表吧 好 那么先回到这边来啊 我们找一下啊 Use Test 然后干嘛呢 我把这个数据表给删了啊 修 Table看看啊 下搞这个事实在 啊 这个删掉 删掉 删除一个数据表 D R OP Job Table 对吧 JobTable 加上名字 哎 成功了啊 成功之后验证一下 没了吧 啊 没了啊 OK 啊 OK 行 那么先把这个数据表给它删掉 先删除 数据表 那么数据表删完之后呢 这就相当于假设这个数据表呢 是不知道怎么了就没了 哎 行 那没关系啊 我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备份呢 哎 OK 行 备份的话 那么就把备份文件的名字给拿一下啊 找一个最新的 应该是这个啊 应该是这个是之前的啊 因为在这之后我把把这个计划任务已经删了 所以他不执行了啊 应该是最后一个了 就是他 那就是他 行 拿着他过来 然后使用Source名领 S-O-U-R-C-E Source这个单词 一定要记住啊 Source Source什么意思 对 圆 有个单词叫 有个组合叫 S-O-U-R-C-E Source Code 圆代码啊 Source code叫圆代码 Source就是圆的意思 嗯 然后加上路径 那这个文件在哪呢 在 Root下 在Root下 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地方要去 先去指定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我们应该已经指定了 要不然就Table不会执行的 对不对 说明他指定了 肯定是指定的啊 然后按一下回车 OK了啊 先OK之后呢 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 修 是不是又有了呀 那么刚才三交的表现呢 又恢复回来了 啊 这个就是还原那个作用 即使你把表给删了 只要我又背后文件 它就能出来 那至于这里面有没有东西呢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S-O-E-C-T Select 新号 Flom 下稿 是不是还在 没变化吧 啊 和之前是一样的 因为第二条当时已经被我们删了 所以 没有啊 没有 那这个的话就是 我们还原的 它的一个操作叫Source 然后后面呢 加上 你备份文件的一个路径 啊 给它加上去 啊 以后不会用计划任务去还原一个数据库的 不会有这种场景的 所以这里面 大家优先去记 记这个Source指令 不需要去记这个买Source 我们预论它是这一串 然后呢 来个输入重链项 啊 不需要这么来了啊 啊 就记着一个就可以了 这是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 按理二 按理二呢 现在呢 我不用这个数据库了啊 我用另外一个数据表 比方说 我们呢 需要还原一个Source文件 这个Source文件叫什么呢 叫 Mobile.Source 哎 那这里面这个数据很多 今天晚上大家可以玩一个晚上 啊 这里面数据多少呢 有31万条数据 31万条数据 随便你这么玩啊 你只要不delete from直接不加条件 你还能玩一段时间啊 你要直接delete from条件不加的话 那一下就没了啊 行 这个文件呢 我放到了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文件里面 一共是14.8兆 这里面是什么呢 这里面是我们全国各地的 手机号归属地 这个文件比较大啊 所以打开比较慢 手机号归属地 比如说 我输入一下 1850084 北京电通 是不是真的 后面没输全的啊 因为手机号 只需要通过前七位 就能确定地方了 如果你不信的话 有的团圆你输入说自己的 199不好意思 不一定有啊 新号段 131 多少 599 黑龙江的 157 2018 特别保定 移动的 是吧 这里面都有啊 不仅仅只有联通的 移动的也有 然后包括一些 虚拟的运营商 比如说 阿里 阿里通信 阿里通信 拥有通信 极信 苏宁 还有分享 这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这些运营商 虚拟运营商都有 所以这个数据呢 是比较全的 这个数据当时是跑的360的数据库 然后写了个脚本去跑360的数据库 从130 四个零开始抓 一直抓到了最大值 所以这个号是连在一起的 一直抓到最大值 189 四个9 这是哪一年抓的呢 15年9月10号抓的 抓的比较早 抓的比较早 抓到360的数据库 360的数据库呢 是有一个堆的一个叫360 手机卫视的那个网站 他那个网站提供一个手机归属地的查询 然后呢 就分析一下他的这个请求 后来呢 就写了个脚本 抓了 量比较大 抓一段时间停一下 不敢一直抓 一直抓的话 容易被封IP 所以就抓了一段 停一段 抓了两天 全部抓下来了 就从130 四个零开始 写个循环 慢慢跑吧 慢慢跑 一直跑到最大值 一共是 31万6千多 31万6千多 对 就一张表 里面有31万条数据 现在的话 我们把这个文件呢 确保一下在不在我们的这个线上 先退出一下 今天上午呢 我们进入的目录是 USR LOCALSRC 有这个文件是吧 还有这个文件 OK 有这个文件 那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个案例要求就是说 把这个 四个文件里面的数据 还原 还原到哪呢 还原到 TEST 因为本身的话 我们导出的这个 Sircle文件 其实它这里面并没有去创建库的个功能 它只有创建表 我们往上翻嘛 往上翻 翻到最上 这是设置什么呢 不用管它 Creator Typo 后面就是数据了 跟数据库有关系吗 它是没有指定数据库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自己去指定数据库 这也是为什么说 你导入的时候呢 有这么一句 说先去 先去指定数据库 因为它这里面本身没有数据库 所以一定要先指定 那么同样 我们还是这个命令 再去进入到这里面栏 然后呢 依旧输入密码 然后SOURC Source 加上文件路径 将USR 下面的local 下面的SRC 下面的MOBILE.soco 去进入境队 按下回车 刚登进入来 没酷是吧 对 刚登进来忘了 Use test 差点把它插一个忘了 Use test 然后呢 SOURC Source USR LC Local SRC 下面的MOBILE.soco 这是这两个命令 一个呢 是切换数据库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还原 由于数据量比较多 所以它还原的时候呢 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 我来走一下 走 完了 完了 不慢是吧 的确挺快的 行 那么来看一下 修 Tables 走 走 MOBILE 是不是有了 然后 select 信号 from 咱把这个屏放大一点 然后呢 from MOBILE Find Money了 汉字 结果都是问号了 汉字都是问号了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啊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命令行呢 他默认是有自己的一个通信字符 他的字符和我们这个字符可能有点不搭 所以呢 这一块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他传过来这个字符不一定是我们需要的 包括有同学有的这个中文文录 你会发现在命令行里面都乱码 对吧 如果是乱码的 说明你的字符机有问题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这样来 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 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就是 我们可以呢 设置我们的mysocal的一个连接字符机 连接字符机 就是说 让mysocal给我们在做这个过程的一个连接的时候 我要指定一个字符机 语法 这个语句也需要记着 因为它跟我们开发有关系 跟我们这个用为有关系 因为因为你肯定要看数据 所以这个命令呢 需要去记一下 叫mysocal 在mysocal里面执行 然后呢 命令叫 cetanamesutf8 utf8就是字符机 前面这个cetanames 就是设置字符机的名称 名字叫utf8 至于这个杠 你加和不加 其实都行 加不加都行 加也不错 不加也不错 我的习惯就是不加 能省就省 cetanamesutf8 意思就是 让mysocal知道 我这一次跟它的连接 使用的传送字符机 是utf8 车找之后没有任何提示 然后我们再来执行 select的信号 每一次 每一次连接都需要设置 每一次都需要去设置一下 每一次都需要设置一下 在开发里面也是一样的 做连接的时候 每一次都需要设置一下 除了8还有其他的 我们最常用的就两个 一个utf8 一个gbk gbk是 我们本土化的一个编码 就是我们本土化的一个编码 然后utf8 是一个标准的编码 至于有哪些编码 待会给你们看一下 知道了 这个编码 至少也得有几十种 但是我们正常用的 就utf8和gbk 这两个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还需要知道一个 就是概念 就是三码一致 三码一致得了解一下 三码一致 三码一致 也就是必须要保证三个地方的编码 都是有点8 否则就会出现乱码 哪三个地方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数据表 本身的支付期 第二个 连接的支付期 就是我们刚才设置这个 第三个 你的终端的支付期 就是目标和本地和传输过程中 客户端服务端和传输过程中的支付期 都得统一 但凡有一个是乱的 那不好意思 你看到的就是乱的 终端的就是我们这个工具 它有支付期设置 比如说这个Puty Puty的话在这里面找到 在这 西欧语言就是优贴8 对 如果你这个地方你设置成其他语言的话 相当于就是三码就不一致了 三码一旦不一致 你显示的呢 就是乱的了 每个中端都有自己的支付期 但是可能显示是不一样的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了解一下就行了 数据库的支付期默认就是优贴8 默认就是优贴8 是指服务器端 然后加上传输过程中 然后加上客户端 这三端的编码一定要一致 如果有地方不一致 你看到的就可能是乱码 那其实我们现在数据库默认的是优贴8 我们客户端默认的也是优贴8 就是因为我在传输过程中没有指定 所以呢 刚才就看到乱码了 但是我一指定之后 没问题了 就是买Sirco把数据读出来之后 要在你客户端上显示 它不是传给你啊 那么传给你 我们在传输的过程中 它也有一个编码格式 对 以什么编码给你 它自己存是优贴8 但是它给你的时候 不一定是优贴8给 所以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我们设置这个呢 只是设置在传输过程中 让它以优贴8来进行传输 所以一设置完整之后 它就正常了 最后的话就可以了 这一段是设置这个支付集 设置连接的一个支付集 叫CytaNames优贴8 好了 那这个数据表呢 大家晚上的时候呢 就可以尝试的先把它去导入进去 然后呢 再去做这个增三感价操作 这样的话你的数据比较多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